染疫孩童发生 一句很多孩子走了 遭到行政院长苏贞昌点名说 这是假讯息要依法查办 不料遭到民怨群起反弹 炮轰是钳制言论自由 国民党炮轰苏贞昌太冷血 要死几个孩子才算多 台北市长柯文哲也开酸 难道政府只允许能歌功颂德 总统蔡英文的脸书也被网友灌爆 炮轰政府别想堵住百姓的嘴 艺人郭彦军 因为在脸书帮染疫孩童发生 说很多孩子都走了 不但被令网军出征围剿 甚至连行政院长苏贞昌 都说这是假讯息要查办 有人自由疑似被侵害 引发社会反弹 刑事局紧急召开记者会成亲 连苏院长也大转弯 本局尚处于舆情收集的阶段 根本还没有展开侦查 也没有立案 也没有约谈任何人的打算 权责机关依法公正办理就好 不是针对任何个人 强调不是针对艺人 但在党认为问题 真结点明明是很多孩子 走了这句话 就是事实 为何百姓不能说出真实的感受 国民党立愿党团也 帅团到刑事局自首 喊话苏贞昌 要办就一起办 要多人写 才讲得出 就责查办四个字 今年到现在已经千人染疫死亡 这样的数字不算多吗 台湾是不是已经进入了 类戒严的状态吗 没有言论自由了吗 台北市长柯文哲也在脸书 抛红菜政府 任何对政府的质疑都打成造假 钳制人民发声 不能质疑不能发问 难道只能歌功颂德 高虎万岁 但事实不会因为没有声音而消失 今天你不说话 明天你说不了话 每一个家长都非常紧张 不会有这么多的家长 在急着打疫苗 没有需要用 所谓的大炮打小鸟 蔡英文脸书赶紧发文说 不要造成社会对立 但网友不领情 反而纷纷开炮 死几个孩子才算多 只准你的网均有言论自由 百姓说出事实 就是假讯息要查办 之前李璧莹说BNT快过期 为何不办 连绿营自家立委高嘉瑜 也在脸书申原国艳均 个人的心得感想 或是分享朋友的看法 都是言论自由保护的范畴 这次苏贞昌含话查办 有没有打压言论自由 恐怕百姓的反应 才是最真实的答案 记者杨切好说过好 SNG小说